最后这个动作其实从来没有做过 从来没有挑战过 我对第一个动作1440和第二个动作1080都非常满意 我第三跳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是百分之百上领奖台了 所以我觉得我要不然就可以再做一个1440 希望能拿到银牌 或者我可以挑战一个大招 从来没有做过的 但是有可能拿到银牌 同时呢我还有一个想法 这个是冬奥会 所以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国际上的人世界上的人都能看到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秒钟 去代表自己代表自己的体育和比赛精神 我一直说我不是来这打败其他运动员 我不是为了划得比其他人好 我是想打破自己的界限 做一些以前没有想到是可能的事情 我想划到自己的最好 所以呢我觉得无论落不落我都是赢了 因为我能让世界看到我这个精神 然后我希望能通过这个 让更多女孩们打破自己的界限 感觉如果她能做那我也能做 这种感觉 同时呢我当然如果落的话 那就是非常非常高兴了 所以我觉得无论落不落我都是想去做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